早安喔 早安 現在早上六點十二分 今天帶大家來爬五寮間 這裏是玉璃商店的登山口 從這邊走一圈五寮間下來剛好環行 大概六七公里左右 那沿途這邊很多白線都可以停車 所以其實可以停很多台車 但是呢如果早上超過九點來啊 人會非常的多所以建議早一點來喔 那我們現在開始準備起燈喔 五寮間登山口上來一路就是陡上喔 所以建議各位 手套要記得帶喔 你好 早安 辛苦了 不會啦 謝謝謝謝 不會不會 我們來到五寮間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岔口 如果呢 自己認為 你的手臂還算是有力的話呢 你可以跟我們一樣走左邊這條 有一塊大石頭如果爬上去的話 那就算很厲害囉 那如果手臂能力比較無法的話 這邊 左邊有一條 繞過這塊大山臂的 腰繞路 那走左邊這邊就比較簡單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爬爬這顆大石頭 請看這顆大石頭 有繩子可以抓 爬上去需要一點技巧 那也需要一點手臂的力量 第一次爬的時候呢 簡直是慘不忍睹 不過之後熟悉它的 施力點以後呢 其實還算可以 還蠻簡單上去的 我們來爬爬看 我先爬 好 小心點頭了 不然就要帶一大包紀念品回家喔 右邊這邊有一條下山的岔路 如果實在走不動的話 這邊可以下山後悔路右邊走 然後繼續朝前面前進 其實這一段算山壁吧 的峭壁山路是有兩條路的 如果你不想像我們剛剛一樣爬垂直岩壁的話 可以走下面這條 這條比較平緩不用爬 那我們今天走這個是比較刺激一點的 那像有拉繩子的這種路段啊 一個一個人走會比較安全 就不要趕 等前面那個人下到安全的平台以後 再往下比較安全 像這種陡峭的岩壁要下的時候呢 手記得要出點力 那稍微把身體的重心呢 往後一點 那你的身體跟岩壁大概垂直90度左右 這樣子的施力會比較安全 如果身體太往岩壁傾斜的話 你的腳幅度太大很容易滑 盡量把身體跟你的腳的岩壁 盡量把身體跟你的腳的岩壁 呈90度 這樣你的腳就不會滑 像是進來不乾淨 對 這裡的一頸 有一點就一直到大便 上,阿諺 一邊 很可怕 今天 这一池一小滩的 这应该是莲花 莲花真的很神奇哦 如果一直都有下雨 这边都有积水的话 它们就会长起来 可是当这边干枯 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雨的时候 它们就这样子沉睡在这片土上 等到雨水一来马上就长 真的好可爱 好可爱 而且是长在零件上的水洼里面哦 哇还有好心热心善心的人士提供水 而且真的是整瓶没有开的水 常常会有爬山的山友呢 来五寮间 只带六百cc的水 那真的是完全不够的 那这边有热心的山友提供水 如果真的有需要 止渴的话 可以拿一瓶 真的是谢谢这位山友的提供 我们来到岔路了 这边是一条很重要的岔路 左边呢是往峭壁雄峰 那有一条差不多三百公尺深 然后超七八十度左右的峭壁 要抓绳子爬下去 那如果有聚高阵的山友呢 你可以往左边这一条 那它呢直接就像 这个 图上显示的 直接绕到这边 绕到这里 那你就可以 错开这里 这一条峭壁雄峰 这个是 专门给 有聚高的山友爬的 很重要的一条岔路 那我们继续往峭壁雄峰走哦 好了 要峭壁雄峰了 对面就是独立峰 等一下我们会上独立峰 给大家看看风景 很漂亮 必去的独立峰 虽然它真的是锤子的岩壁 不过呢 这个钢条都打得很好很稳 所以其实很好爬 独想的独立峰 今天真的是独想 独立峰可以看到 对面的峭壁雄峰 很壮观哦 今天的能见度真的超好的 很好 是的 但是 你敢说 我不是个人 要看 像 regards 还是 所以 你敢说 他是把人 跟他 如果包包太大,屁股太大,那就請選擇,大門,側門,小門, 這小門,實在有夠小喔 我自認喔過年往後過不去,我還是繼續走大門好了 大門在這裡 人就是要開大門走大路 所以要走大門 過年之後一定要走大門 這邊竟然搬這麼大塊 真快鋪樓梯 好厲害啊 太神奇了 到了 加東樹 這邊是上山頂的最後一里路了 再過15分鐘我們即將上山頂 那這邊有一條下山的路 可以直接到玉里商店 這條路比較濕滑 如果前幾天有下雨的話 走起來會比較辛苦一點 登山章要拿好 那我們不走這一條 我們等一下上山頂以後 走另外一條山下山 最後一旅路 衝啊 今天我們聊天 衝燃獨小 哇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等一下又多一個牌子 哇 我成功了 嘿嘿嘿 五寶間 成功 這叫做再次成功 我成功 我成功 嘿嘿嘿嘿 真的是我成功 想當年 以前老媽要叫我來爬五寶間的時候 我簡直是 身心懼怕 五寶間那時候對我來說 簡直是大魔王關卡 每次只要一想到要來爬五寶間 就啪啪啪 不過經過多年的磨練 多年的磨練 現在排五寶間還算是 嘿嘿 輕鬆 小菜一碟 有沒有事在 在自誇什麼 嘿 好啦 終於可以坐下來吃早餐了 有有 有 冰宮 小心啊 好 今天是疫情 以來 第一次 兩個人在五寶間的山頭獨享 完全目前還沒有人打擾 真的是太幸福了 簡直是太幸福了 簡直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啊 現在來補充血糖時間 嗯 好 我們現在來走這邊下山 好 我們現在來走這邊下山 五寶間下山的這條路呢 很漂亮喔 現在有櫻花 之後童花季的時候 哇 這一整條山路都是滿滿的童花 好漂亮 就這樣 給你們看看我們去年來爬的時候的照片 一整條路 滿山的童花花瓣 超美的 嗯 這段的童花最多 這段的童花最多 那現在是櫻花很多 接上到粉紅地毯 那童花季的時候呢 就有白色地毯 嗯 嗯 嗯 這邊有兩條岔路 千萬不要走左邊喔 左邊你要去御觀音 那我們繼續走右邊這條 好 好 朝右邊這條繼續走 好耶 我們下山囉 踏得到柏油路了 這邊有兩間廁所 這是上五寶間 下五寶間 唯一會碰到的兩間廁所 都有人來打掃 非常乾淨 哦 非常好 還有副衛生紙真好 車子的話 左柏油路 我們人的話 左右邊這條 下山比較快 這邊有一座挺漂亮的 廢棄的古宅 有時間的話可以來這邊 左邊這邊拍拍照 拍美照 拍美照 來 裡面可以走進去看看 這裡以前可能是練煤廠 或者是採煤 採煤廠 煤廠 煤礦廠 陽光灑進來的時候拍真漂亮 陽光灑進來的時候拍真漂亮 耶 現在 十點四十六分 過年呢 稍微耍廢了一下 所以今天稍微慢了一點 不過還是 耶 下山 也沒有嗎 我看看 我們是六 我們大概六點半上去看看 那差不多 四個小時二十八分 兩大分鐘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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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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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光在山上就做了半個小時 對啊對啊 這邊應該沒有 其實是因為拍照 下山囉 今天帶大家來爬這五條街 很嗆很辣 但是路程不長 很爽 爬起來很爽 很適合拿來練體力 有空的話 一定要多來爬爬五條街囉 那現在 今天 今天的影片到此 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再麻煩各位幫我 先訂閱 然後按讚 加分享喔 謝謝囉 就再見 掰掰